如果有留意台灣美女的話 大家都認得她 她就是擁有超勁身材的小鄧紫棋雷拉 雷拉一向勁出位 言論得很大膽 最近還惹上性騷擾風波 不過不是她被人性騷擾 而是被人說她性騷擾人家 時間回到三年前 台灣知名遊戲實況主亞洲統神 和雷拉一齊做網上節目 當時亞洲統神投票支持雷拉 雷拉當時開心到真 直接抱著亞洲統神 還親上她的臉 有美女那麼黏著禮 南方真是馬上退海 還扯了手說不要人碰 經常說人稅真好 人醜性騷擾 其實性騷擾這件事是不關性別和樣子的 你看一下 亞洲統神 當時真是看都沒有看過雷拉一眼的 受了好大冤屈感 真是覺得被人非禮的 最近亞洲統神被人問回這件事 她都坦白地說 是覺得被人性騷擾 不少人衝入雷拉的社交媒體 叫她道歉 說她原來沒有男朋友的時候 當時就可以對有老婆的人性騷擾 罵她是綠茶邏輯 雷拉剛剛就公開回應 說當時只是一時二亂情迷 正式向亞洲統神贈重道歉 雷拉是台灣知名KOL 擁有中東混血血統 五官立體之餘 身材更加fit到爆 她一向身材好 而且赤到大 之前甚至為了節目效果 在街上接著人 叫人摸她的胸 去年還做了龍胸手術 直至變成F級 最近大了一套 胸甚至漲爆到H級 不過說到尾 點索都不可以齒靚含胸 現在被人敢說 實際上都沒有什麼後果 但什麼面都沒有那一刻才慘